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像建大棚房 休闲娱乐实施等违规行为 土地执法部门要严肃查处 守徒有责 日前 山东邹城市委宣传部回应说 网络曝光的200多人跪地求见市长 反映村干部贪污补偿款数十人被抓的事件 初步定行为有人组织策划 相关人员已被警方控制 对于村民反映的问题 多天前就已经成立工作组展开调查 但是上百人采取跪求的方式去表达诉求 也说明申诉渠道不畅通 事前疏导比事后追责更为重要 山西讨薪死亡农妇周秀云的家人 日前与三名公益律师签订委托书 已向山西省检察院提交控告书 控告的人员多达32人 此前周秀云的尸检工作已经结束 结果预计本月月底前出来 我们也期待着真相早日公布于众 好 接下来进入今日聚焦点 为何恶意欠薪还理直气壮 老板你回事 你问你有恶事 你们不是牛逼的 那我家我开水 讨薪农民工50天吃清水煮面 老板为何欠薪八个月 三个月不发工 是你一千多万的资金链的 讨薪难 难于上青天 聚焦三农正在播出 好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 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农民工讨薪的话题 年终岁委啊 各地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 又有所抬头 在广东顺德 最近接连有几家企业老板跑路 欠下了农民工不少工资 而因为老板一讨了之 农民工讨要工资无门 那么他们怎样 才能拿回自己的血汗钱呢 2015年1月2号 很多人都还享受元旦假期 但是广东顺德区龙江镇 几十位农民工 却在为自己如何讨回工钱而苦恼 这些农民工们之前都在 位于顺德区龙江镇的 常新家具有限公司打工 工资拖欠时间最长的 达八个月之久 他们几次来到镇政府 希望有关部门能出面 帮他们拿回血汗钱 但是镇政府的大门紧闭 令他们讨薪无门 这些讨薪的农民工 共有70人 主要来自四川 重庆 广西 湖南 他们中有家具设计师 下料工 安装工 销售员 办公室文员 在这些被拖欠工资的人当中 老员工就占到了70% 工作时间最长的也有七八年的时间 老板签了我四个月工资 总共是一万四千多 老板签了我也是个工资 一万四千多 老板签了我四个月差不多一万 说起老板拖欠工资的事情 大伙都感到心寒 农民工们说 他们打工的佛山市顺德区 常新家具有限公司 老板刘青松是重庆云洋人 企业办了十几年 一直正常运营 可不知道为什么 2014年春天开始 就陆续拖欠他们的工资至今 总额达到83万多元 七八月份那时候 就开始都拖欠到 我们三四个月工资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呢 就找了他 他说理解嘛 很多都是老员工 都说他就要体谅一下 体谅一下 直到最后 他一直都说没钱没钱 到现在 我们每块是15号发工资 等到20号 20号又推到月底 月底又推到下个月 就是这样子 一直推下去一个后 不发工资 讨薪的农民工们说 老板刘青松 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 没有露面 之前以各种理由 不发工资 欺骗员工 打半年之久 农民工们打电话 向刘青松讨要工资 竟还遭到恐吓 你还是牛奶板是吧 我们这个工资的事 总要解决吧 就是我们现在在厂门口 你能不能过来一下 我们解决一下 没空 就是说你这个事 拖着下去 也不是办法 总要解决的 我现在你 我怎么解决 我没钱 就是过年总要 总要钱嘛 要回家 你这个事总要解决 你是老板 你欠我们 工资是你欠我们的 怎么叫做 我们的工资 不关你的事 两个月的时间 为了看守厂里的半成品 不被老板拉走 农民工们昼夜轮流值班 不能外出打工赚钱 有的让家里寄生活费 记者看到 由于没钱买菜 工友们一天三顿饭 都是清水煮面 有的就买个面包充饥 来自四川庞西县的陈兵和儿子租住在一个老旧的房子里 生活陷入窘境 几年前陈兵妻子不辞而别 那时儿子四岁 六年过去了 他们父子相依为命 他说儿子学习很好 如今他没有工资收入 这让他为儿子今后上学的问题而担心 如果再不发工资的话 可能我们学费生活费 他就面临做错学了 我的儿子 而自己的工钱到底能不能拿到 什么时候才能拿到 农民工们心里都七上八下没个底 记者了解到 广东顺德区的龙江镇 被业界誉为中国家具第一镇 拥有两千多家家具生产企业 产品遍及国内外 但是家具产业从十几年的鼎盛时期 逐渐走向如今的衰落 在这条不足一千米的街道上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有两家企业老板跑路 一家企业倒闭 在这条街上呢 我们又来到了另一家老板跑路的厂房 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呢 是整个这个厂房 现在厂区里边 车间里面的东西呢 都在撤 对当地的人告诉我们 现在这个厂家呢 已转移到另一个厂家 接手了这个厂房 我看你家这块是正在整理这个厂房 是吗 主要是做什么呢 我们刚来今天来了一下 这位陈姓老板不愿意多谈相关的问题 但记者从侧面了解到 这位陈先生接手的这家 原地方家具厂 因资不抵债 老板跑路 这也是他近期收购的 三家倒闭企业之一 而与之隔壁的文华神家具公司 老板也在一个月前跑路 200多名农民工被拖欠工资230万元 不过记者看到 在龙江镇正在生产的家具企业 也不在少数 虽然规模不大 但井然有序 那么这些企业的经营情况如何呢 为什么一个文明义方的家具生产集散地 会有这么多的企业倒闭呢 在广东省最大的家具销售窗口 顺德区乐从镇 记者走访了业内人士了解原因 那么前两年整个家具含义 它比较火爆 工厂的老板对这个市场的把握度不够 然后麻木地去扩张 那么加持这两年的材料成本 人工成本 产房租金成本 管理成本 方方面面的上升 那么市场化的竞争又这么激励 价位你又不能上升 所以就让他们资金吃紧 资金一吃紧 哪一个环境成本的 他们都在倒闭 有着十几年家具生产管理经验的 徐洪旺告诉记者 导致企业资金链突然断裂 迅速倒闭的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原材料投入过大 其次工人的工资 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如果一个销售两个亿的家具厂家来说 它的工人的大八百到一千人 家具的工资平均水平在四千五左右 三个月不发工资 你一千多万的资金链了 这也是形成倒闭 一个重要的原因 记者调查发现 龙江镇最旺盛的时期 家具企业达三千多家 由于产品雷同 缺乏创新 热销的产品一哄而上 千篇一律的家具风格 充斥市场产品滞销 导致大中型家具生产企业资不抵债 资金链断裂 出现企业倒闭潮 直接受到波及的就是农民工群体 在我们采访的四天时间里 长新家具有限公司讨新的农民工 几次找到龙江镇政府 工作人员态度恶劣 本来是维持秩序的 却出言不逊 动手打人 这是农民工发给记者的被打照片 农民工讨薪不成反被打 在这里再现 那么这些农民工的工资 到底能不能要回来呢 按照我们掌握情况 他没有逃逆 还没有逃逆 就是说我们还联系得上 公安部门也联系得上 其实应该从我们 这么多年的经验判断的话 他应该不是故意的 咱们有没有从他那了解到一些积极的态度 来解决这个问题 他当时我们介入的时候 他是愿意将手中的货发出去 也是做了承诺的 因为工人的意见不太统一 我们做劳动部门 我们只是引导他们走这个法律程序 用法律来维护他们的权利 行业不景气 企业难以生存 农民工成了企业经营不善的重要埋单人 这不公平 企业自主经营 不是说政府对企业所有行为都放任不管了 政府要监督企业合法运营 政府要为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副总责 在企业倒闭之前 政府有风险警示和采取预防措施的责任 在企业倒闭之后 政府有监督各方面清偿农民工工资的责任 让农民工处于较天天不应 较地地不灵的境地 企业有法律责任 而地方政府也有监管责任 CCTV三农人物微电影剧本征集大赛开始了 三农人物十周岁生日里十年十人 从历届获奖人物中 征集十个人物微电影剧本 真真是极好的机会了 看好你哟 一哭二闹三打脸 司机唱的是哪衣橱 都是酒驾惹的货 更多内容广告之后 请您继续收看 说这亲朋好友聚会 总免不了喝点酒 大家在一块热闹热闹 但是如果您要开车 可就不能凑这个热闹了 现在各地交警都加大了酒驾检查的力度 但是每次检查总会有司机撞到枪口上 究其原因就是许多酒驾司机 他心存侥幸 认为喝点酒不会有事 现场检查中 一辆车被交警拦了下来 司机满身酒气 面对交警询问一脸无辜 虽然承认自己喝了酒 但一再声称只喝了一点 你喝了吗 喝了一瓶 喝一瓶 可当酒精检测结果出来后 这名司机每100毫升血液酒精含量 却高达94毫克 数醉酒驾驶 令现场交警感到意外的是 在铁证面前 司机还是坚称自己没喝那么多 这是每100毫升 选业里边还94毫升的酒精 你这是嘴价 你这就是嘴价 这个你还敢说你喝了一两百酒吗 这边还未处理完 又一位司机看到前面交警正在检查 准备倒车开溜 交警立即上前蓝亭检查 民警闻到车内有明显的酒气 面对民警询问相同的一幕发生了 酒精检测结果显示 这名司机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 53毫克 看到这个检测结果 司机依然不以为然 原来这位是刚刚上了爷爷 喝酒庆祝后开车去送朋友 天丁当然是件喜事 可也不能高兴过了头 把安全当儿戏 夜茶酒驾 司机朋友们的表现也真是各不相同 接下来您要看到的是 有哭的 有闹的 还有打自个脸的 这位打自己脸的司机不是因为别的 只是因为疑似酒驾被交警带上警车 接受调查处理 这位打自个脸 接下来的这位更让人无奈 冲着交警就抹眼泪 这名司机不光拿不出有效证件 身份证号码也喝到脑袋后边去了 这位连哭带闹的到底是喝了多少啊 年底了 亲朋好友聚个会 总免不了喝酒 咱们农村的各种风俗 各种场合也的确不少 在这儿再次提醒大家 开车不喝酒 喝了酒 您可千万别开车 前一段时间 我们进行播出了 新疆和田大枣滞销的新闻 那节目一播出 就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关注 不少人向我们咨询 要购买大枣帮助和田的农民 现在我们也高兴的得知 在大家的帮助下 和田的红枣已经由滞销变成了畅销 记者再次来到新疆和田市附近的 公路晒场上发现 成片的红枣囤积现象已经没有了 沙漠上晾晒的红枣已经少了很多 村民们正在忙着将红枣分装 在晒场上 我们又见到了买土孙大叔 现在买大叔的红枣卖得怎么样了呢 买土孙大叔说 现在大枣不仅由滞销变畅销 而且价格也有所回升 滞销时大枣的价格12.5元一斤 现在价格保持在12.5元到15元 它的收入得到了保障 节目播出之后 不仅是买土孙大叔艺人 整个和田地区的大枣滞销情况 都得到了有效环节 现在和田的维吾尔族兄弟们 对明年继续种枣又恢复了信心 我们也特别的高兴 也祝福村民们能够把手中的大红枣 换来更好的收入 更殷实的生活 CCTV2014年度三农人物推介活动 正在进行 寻找三农人物 追逐中国梦想 CCTV2014年度三农人物世界展播 由中国农业银行特约播映 中文字幕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采现场这个人 就是从老百姓的话来说 没有关架子 很平易进入他 每次采现场来 对于花费两个多小时 但是他每年来大约六七次 遇刺人比赛 他自己的队路改掉 不吃那么烦 他为了黑帕麻烦那么烦 不吃葱上的烦 不吃穷上的烦 他没有把自己 忘记自己是一个农民的 他永远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 这个老百姓 普通的一个老百姓 那么现在没有能力的 需要扶持的是那些货 这些货要 直接要靠到我们乡政干部 但是老百姓到底想用这个钱干什么 2月14号的早餐呢 查县长要忙 也没有时间去吃早饭 他就在出办公室的时候 顺手拿了一个银子 然后边走路 边吃早饭 他工作了一天 工作17.5个小孩 像这样的仙丈 在林桃应该 夺自个人 林桃就因为死亡 可是他当了就是年仙丈就走 然后有时候我哭他哭他 就说是妈妈 世界上最可怜的人是我和妈妈 我说没啥呀 他说是因为爸爸不回来 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公众号聚焦三农 为你喜欢的三农人物候选人点赞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 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农事网官方微博 微信 移动客户端 也可以登陆央视网查询浏览 也欢迎您登陆聚焦三农栏目 官方微博 微信 查询相关的节目内容 感谢各位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